以西結書第25章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人子呀!你要面向亞門人說預言攻擊他們 說!你們當聽主耶和華的話 主耶和華如此說 我的聖所被蝕毒 以色列地變荒涼 由大家被努略 那時你便因這些事說 阿哈!所以我必將你的地交給東方人為業 他們必在你的地上安寧居住 吃你的果子、喝你的奶 我必使拉巴為駱駝牆 使亞門人的地為羊群討餓之處 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主耶和華如此說 因你拍手遁足 以滿心的恨惡 向以色列地歡喜 所以我伸手攻擊你 將你交給列國作為老物 我必從萬民中剪除你 使你從萬國中敗亡 我必除滅你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主耶和華如此說 因摩額和西爾人說 看呀!由大家與列國無異 所以我要破開摩額邊界上的成一 就是摩額人看為本國之榮耀的百爺西末 巴力免、激烈亭 好使東方人來攻擊亞門人 我必將亞門人之地交給他們為業 使亞門人在列國中不再被紀念 我必向摩額施行審判 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主耶和華如此說 因為以東報仇雪恨 攻擊由大家 向他們報仇 大大有罪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 我必伸手攻擊以東 剪除人與生畜 使以東從提萬起 人必倒在刀下 地要變為荒涼 直到底誕 我必藉我聞以色列的手報復以東 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氣 按我的憤怒再以東施暴 以東人就知道是我施暴 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主耶和華如此說 因非利是人向猶大人報仇 就是以恨惡的心報仇雪恨 永懷仇恨 要毀滅他們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 我必伸手攻擊非利是人 剪除基利提人 滅絕沿海聖下的居民 我向他們大師報應 發怒斥責他們 我報復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